各位好 欢迎准时收看金融百分百 我们看大盘 这个加权股价指数今天冲到10534 然后又下来 它到底会不会过关 10545会不会过 今天高点离10545 大概只有11点空间 12点不到 会不会过 我觉得就算过了 你个股赚钱是比较重要的 资金的行情是推升这一波台北股市上来的最大的原因 那么有很多股票 散户不敢买 法人笑呵呵 比如说像大力光 这个最好的例子 全世界大家都知道大力光好 可是结果到最后 钱被外资赚走了 被大股东赚走了 被这些受险资金赚走了 那我们投资朋友不是不能赚钱 只是大力光台积电大家都知道好 可是一般的散户也不会去买它 为什么 嫌太贵 嫌资本额太大 不会涨 所以我想 我们以中短期的角度来看 当然如果说你股票长线投资 什么都不要讲 你台北股市这十年甚至这二十年来 你只要买一档台积电 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这两年的时间 你只要买一档大力光 你什么事都不用干了 对不对 长线的我们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不去讲它 因为我们投资朋友每天在看解盘节目 就像很多投资人问我 老师这个指数到底会不会回 老师这个指数到底怎么样 被我追 我被追的 其实我想讲一件事情就是 你长线的东西归长线放在旁边 那短线归短线 长线上面来讲 台湾是因为 第一个 你说好 我先讲 我先讲不好的 第一个 台湾你说 这个人才好像最近 小孩生的少 所以我们台湾的年轻人 这个未来这个竞争力好像不是很够 出生率太低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才有些外流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有的投资朋友讲 这个大盘 好像没有这个道理涨那么多 涨到一万零五百点 我刚才开始跟各位讲 主要这波台北股市是资金行情 钱太多 钱泛滥 钱太多了 那么 就是因为台股有相对于国际股市 更低的本益比 更高的现金殖利率 以及稳定的汇率环境 所以他们的钱汇进来台北股市 那么 可以谋取 安定 甚至于 更高的 积极的 一个 利润 这个是最主要原因 所以我想讲的就是 你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台北股市的资金动能是OK 只要有钱 人是英雄 钱是蛋 没有钱做股票 讲再多都没有用 外资持续汇进来 你就是买就是对了 那法人会买什么 业绩成长 当然老师 你这个讲的是对没有错 还有就是什么 大盘整理的时候 领先转强 指数在跌 指数在修正 个股领先转强 再来什么 股价修正 本益比修正到一个很好位置了 投资价值浮现 或是技术现行上面来看 短期中期长期军行都纠结 随时准备怎么样 整理完毕 随时准备要喷出的 法人就可能会买这些 那重点在于 你要领先法人获利 这两个字 才是我跟各位讲的 所以现在我不跟你分析台积电 我不跟你分析大激光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讲的重点 为什么大家认为台股难做 五感 国泰经济的庶民指标 很多散户认为说 台股今年会跌破万点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很多散户 并没有做到这一波 台北股市 攻到10500点的时候的主流股 没有做到主流股 而且手中股票很多 最重要是什么 常常去追涨停板 今天涨停板赶快去锁 赶快去试试看 看能不能锁涨停 那明天又再上去 上去说我短线卖掉 有没有 很多人像做短线 今天看快要涨停 赶快去买 然后呢 希望他明天再涨上去 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卖 赚一点点都OK 现在投资朋友 已经做成这样子了 好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那你一档股票 攻到快到涨停板的时候 你去买它 或甚至你追到涨停 你要获利的最主要的 要来自什么 你隔天要再涨 所以你今天去买一个 涨停板的股票 明天如果不涨 一点用处都没有 说不定反而被人家盗 那反过来 我们要怎么做 才能够赚钱 不要去追涨停板 你尽可能前一天买 前两天买没有关系 你让涨停板来追你 这话听起来 可能各位不懂我的意思 买下去股票没有动 买下去平盘 或甚至买下去黑盘 你买下去 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 你买有多少可以买多少 没有人跟你抢 看你要不要买而已 你买完之后 明天涨停板 大家来抢 你轻轻松松地怎么样 笑纳百川 你爱怎么卖怎么卖 对不对 这个道理我想大家都懂 我今天不跟各位讲 其实坦白来说 这股票大家也都知道了 我也没这么伟大 可是7月14号的时候 我特别跟各位讲 有没有 今天几号 今天720了 7月14号我跟各位讲 我说比特币这个东西 成为风潮 那么华琴3515 它是全球首款 多叉潮的比特币 挖矿专用主机板 对不对 好 我们从营收角度上面来看 来 我讲法人会买什么 大盘整理的时候领先转强的 好 相对上面还讲 它是不是相对强势 过高就量缩压回 它是不是领先大盘整理转强 好 业绩是不是成长 来 6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我跟各位讲 我14号跟各位讲 接下来 几乎一直跟各位谈这个重点 我说你不要去 等到涨停板的时候再去追 没有涨停嘛 对不对 法人买超 法人是不是套在这里 不要套人家在这个地方布局 对不对 那 7月19 我7月18讲完 我还特别跟各位讲 讲完之后 7月19是不是涨停板 当时7月18号有没有涨 20 19 18来在这里 在这一天 你帮我做见证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 你想 3515的滑行 在这一天的时候 为什么 丁老师会告诉我们 这档股票 为什么在这里的时候 会跟我们讲 我希望大家怎么样 第一个 你看到 也要做到 那 在这里没有涨 你是不是可以轻轻松松买 可以嘛 所以我在这一天 收盘 7月18号 特别跟各位讲 来 你要注意 这档股票 讲完之后 隔天 7月19号 直接攻上涨停板 你看一下 来 9点半不到直接攻涨停 直接攻涨停收工 直接攻涨停收工 那么对我而言 我是扎扎实实的 赚保涨停板 扎扎实实的赚保涨停板 我不会去追涨停板 我要让涨停板来追我 看 做 是两回事 我在没有涨的时候 跟你讲 18号跟你 跟您说 在19号的时候 涨停板 你应该就相信我了 但重点是 有没有做 今天再攻涨停 两天两次 涨停板 我不跟各位去讲 中长期的 那个太远了 我们人生 基本上来讲 我们要把握现在 把握当下 短期的 用短期获利来累积 长期的绩效 对不对 两天两根涨停板 扎扎实实 我7月18号跟你讲 没有涨 19号涨停 20号 再攻涨停 今天连续两天 两支涨停板 好 达成了我们第一个目标 我们第一个目标是什么 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用涨停板来追你 对不对 那么今天是礼拜四 我想明天是礼拜五 很重要关键 我们大家怎么样去布局 下礼拜的股票 那应该是礼拜五的重要课题 那应该是礼拜五的重要课题 因为如果礼拜一的股票 要涨停板 按照我们刚才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追涨停板 要让涨停板来追你 你是不是礼拜五就要买好 对不对 所以我讲 明天礼拜五 我也一档股票 我也已经准备好了 再来 其实这些东西 都我们跟各位谈的重点 我一而再再而三 都重复这些 智威 我当时跟各位讲 有没有营收大幅度成长 误报 一季 他获利三级跳 记不记得三级跳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了 7月7号的时候 利用大盘下跌 他开始整理逆势上攻 有没有 大盘整理的时候领先转强 有没有 我讲的这个每个东西 都跟各位谈过 对不对 那这天谁在讲智威 现在大家都是把当天掌停板拿出来讲了 7月17号的时候谁在讲智威 谁在讲智威 当天谁在分析智威 7月7号 涨上来7月17 Thank you so much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在分析了 那怎么样 那怎么样 那是不是就上去了呢 是不是就上去了呢 对不对 智威 是不是创新高 7月18号 对不对 康控更不用讲了 昨天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 7月18号前天 智威 康控都在创新高 有没有 康控一根 两根 两天两根掌停板 对不对 是不是领先 手中康控两天两只掌停板 重点 我们讲 在现在 我们刚刚提到礼拜五明天 明天礼拜五 我也一档股票 全新的我要布局 是一档IC设计的 我先透露一点点 IC设计的 那当然这是明天礼拜五的事情 因为我相准的下礼拜 这档股票将有机会大涨 所以我礼拜五就要去买 就是明天我会去买 那这是明天的事情 礼拜五 那明天事情 我现在跟你讲 今天发生的事情 还是热的 今天早上9点半以前 我跟你讲的这件事情 我现在讲的是这件事情 来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 华琴对不对 两天两根掌停板 看到就算了 过去一根两根 已经过去 我不跟你谈礼拜二 礼拜三的事情了 这个礼拜三礼拜四的事情了 我不跟你谈这两根掌停板 我跟你谈今天 如果你没有买到华琴 其实 要打屁股 华琴我18号就跟你讲了 你这两根你都可以买得到 可是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 股票太多 我说好没有关系 重要在什么地方 你看节目你不会买 因为每个人 你看这个节目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今天跟明天的股票 可能都不一样 更不要这样 讲像丁老师这种 7月18跟你讲 跟你讲华琴 讲在这里 绝无仅有 凤毛麟角 好了 那我现在讲 你错过这都没有关系 今天早上 9点半 你在做什么 你这两三天 你打电话来 我说我给你一个机会 去做 不是看 有没有 我说我很少这样子 我最主要希望大家 你能够赚钱 你光看不会赚钱 你要做 你要买到涨停板的 而且先买 拉涨停 你才赚钱 有没有这句话 好来 9点19分 我跟你讲 你一定买得到 精彩 3374 时间 9点19分 价格 第一则讯息 开盘之后 大家进入到战国时代 八仙过海各评本事 9点20分 第一则讯息 你昨天要体验的 你前天要体验的 你这礼拜 你看到华琴 两天两根涨停板 你要体验的 我是不是跟你讲 来 跟我做 第一通讯息 9点20分 你来体验的 是不是全部买到了 这个是重点 9点20在哪里 9点20在哪里 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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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3374 有量 有价 来 17000多张 17000多张 你可以买50张 你可以买100张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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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你的资金部位够大 你把资金集中 你把资金小 你更要集中 这个字不在话下 有没有 9点20分买 9点40分收工 9点40分收工 所有你要见证的 你想要的东西 我都给你了 现在我就讲回到重点了 好 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告诉各位 我现在跟各位讲 时间不多了 来 亲爱观众朋友 重点在 我跟你讲的是 今天礼拜四的事情 那现在重要的是 明天礼拜五 你要怎么做 很简单 黄金单股 体验 明天也是五名 也是五名 也是五名 好不好 黄金单股开放体验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马上回来